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原文 意思就是到了战场之上 根据形式的变化如何趋利避害 如何化不利为有利 相机形式 如何借势 如何造势 曹操的注解叫 常法之外也 常规的方法之外的一些策略 前面说孙子当中讲到的 计不是指的阴谋轨迹 也不是讲什么奇谋技巧 而是计算比较的那个计 不过孙子也不是不讲那个阴谋轨迹 兵者轨道也 所以接下来就开始讲轨迹了 他一下子讲了12条轨迹 激励一听 就是算下来我们已经有胜算了 可以打仗了 乃为之事一座奇外 就是在基本面之外 常法之外造势一相组 做一些造势来去 辅助这场战争 适是什么呢 叫应利而治权也 杜牧的注解叫 服适者不可先见 或应敌之害 见我之利 或应敌之利 见我之害 然后适可治权而取胜也 王熙的注解叫 适者乘其便也 就随着对方的改变 做出一些改变 或者是让对方 以我们心中所想的那种状态 来去发生改变 孙子冰版十三篇当中 专门有讲到行篇和诗篇 详细讲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孙子思想的精华 原文 兵者贵道也 故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静而是之远 缘而是之静 利而幼之 乱而取之 谁而背之 强而避之 怒而劳之 悲而交之 义而劳之 轻而离之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 此乃兵家之神 不可先传言 孙子在这里一口气 讲了十二条轨道 大部分轨道的出发点 都是造成对方的错误判断 引诱对方 做出一些失误的决策 对方不上当 不失误怎么办呢 那就等 跟他熬 派间谍 然后去做各种布置和安排 总之 一定要等到平衡打破 然后自己的胜算 已经出现了 然后才能跟他发生战争 孙子的观点就是 先胜而后战 不胜就不战 没有胜算你就等 不能等待 是有巨大性格缺陷的 总觉得战斗当中 只有拿起刀跟对方去厮杀 才叫英雄好汉 不懂得等待 其实也是战斗当中的一部分 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唐太宗 李公和李卫公文队 这篇文章当中记载 李世明说过一句话 他说我读古经兵书 就发现关键有四个字 叫多方义物 就是想尽办法 让对方做出错误的判断 然后做出错误的举动 把破绽露出来 李静就说对 打仗就像是下棋一样 一朝十五 满班结束 捞都捞不回来 但是到了唐玄宗 李隆基 就没有了他爷爷的智慧 安史之乱当中 戈书涵正手同关 死守不战 李隆基急于评判 就下令戈书涵出战 由于之前李玄宗 已经斩杀了他认为 作将不利的名将 风长清和高先知 那么戈书涵知道 如果出战 那必败 但是不出战 那必死 而且还得换一个将军 来统领这个军队 没办法被逼着率军出关 结果二十万大军 全军覆没 同关失守 严见长安不保 玄宗是仓皇 弃乘逃亡死传 十二条轨道 十一家住截 所以案例破度我们主条 来了解一下 首先先说第一条 能而是之不能 张玉说 使强而是之弱 使勇而是之切 李牧 拜匈奴 孙并 战旁军 都是这样子的 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赵国的将领 另外三位 应该并不陌生 白弃 连破和王剑 李牧 驻守 带军 燕门军 一方匈奴 李牧又带士兵 然后呢 严格训练 频繁侦查 但是军命就有一条 就是不许出战 胆敢出战者 一日战胜 这个免战牌 一挂就挂了好几年 由于李牧把全部人都 缩入到了营垒当中 兼臂轻野 匈奴来了 就算想稀扰 也无功而返 李牧几年不战 不但匈奴受不了 连自己的士兵也受不了 连他背后的君主 赵王也受不了了 认为是李牧胆怯 于是将他撤还掉 新将一改李牧 兼臂轻野的策略 来了之后就频频出击 结果败多甚少 损失击打 赵王不得已再次请李牧 去官复院职 但是李牧称命不出 赵王无奈 只能答应他 不再干涉他的军事策略 作为交换条件 李牧再次官复院职 李牧回去之后 又是几年不出战 但是他可没闲着 他把原来孙号的那些士兵 再次招募兵兵 然后开始训练士兵 练兵抓得很紧 比打仗还忙 经过数年的经营准备 李牧的边防军事 兵强麻壮 军队士气高涨 士兵憋足了尽 宁可不要赏赐 也情愿与匈奴决一死战 而此刻的匈奴 就松懈了 这个时候李牧决定 决战 他精选战车1300辆 战马13000匹 勇于冲锋陷阵的步兵 五万人善于骑射的弓箭兵 有十万人 然后出兵 他采用右地深入的战术 先派大批的牧民 去赶在这个牲口来放牧 匈奴呢 潜了一小股的马 来进行这个强劫掠夺 李牧假装战败 故意把几千人送给了匈奴 获得了小胜之后 匈奴开始轻敌 帅这个蚕鱼 就率领大批军队开始入侵 李牧广部骑兵 左右两亿包抄匈奴 一举突破匈奴十万骑兵 李牧趁身追击 然后攻灭很多东湖 然后又降服了灵湖 然后匈奴的蚕鱼 又落荒而逃 此后十多年 匈奴再也不敢靠近赵国的边境 兵家的思想讲究是什么 一战而定天下 战争不是打来打去的 而是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一战而定 十年戍边换一个大将 可能百战百胜战功赫赫 但是一将功成万古赫 要是这个将军退休了 他什么问题其实也并没有解决 换一个大将 然后接着来打 李牧就不是这样 他十年不出战 但是憋到的时候 开始打一仗 一仗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所以一战而定 才是真正的名将 百战百胜就是打了一百次神仗 但是还没有解决问题 那你打了什么意思呢 就是劳民伤财了 所以百战百胜是兵法还没有入门 不会打仗 再说世界上哪有什么百战百胜这回事 只不过是把百战给藏起来 不说而已 其实做任何事都是这个道理 不该动作的时候 就什么也不要做 做一次就要解决问题 多少事其实都误在一个平平动作上 为什么平平动作 无非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 李牧不出战 损失了什么呢 其实什么也没有损失啊 但是士兵们焦虑了 匈奴焦虑了 赵王也焦虑了 于是他们就各自都动作了 那动作了之后就输了 其实他给李牧的任务啊 你想赵王给李牧的任务就是边防嘛 那么边防根本没有出错 他有什么意见呢 他就是想要干点什么 他才能缓解自己的焦虑 于是只要动他就错 小心你的焦虑性动作 这是最有可能毁掉你的 其实真正的工作 作为leader而言 就两件事 一准备 二等待 准备是自己的事 积聚实力 操练兵马 五十七 等待呢 就是等待敌人犯错 等待时机出现 敌人如果不犯错 我们就很难赢 兵法的轨道 就像李世民所说的 叫多方一物 就是想方设法 引诱对方犯错 能而失之不能 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也是最主要 也是使用最平凡 并且律试不爽那种方法 李牧的案例比较极端啊 熬了十年 不过他不是最极端的 最极端的就是那个勾建 岳王勾建卧行城的 聂巫王福拆 前后用了十八年的时间 所以这是能而失之不能的使用方法 我会认为这个勾建卧行城的 然后我们开始设计时 我会认为这个勾建卧行城的 我会认为这个勾建卧行城的